多放声 多施施超度 来回向整个世界 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 阿弥陀佛 护明 周华护生协会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相续 庆福年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我是赞乐 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 大家要学习 弥勒菩萨的慈悲 喜舍来过生活 也以戒杀 放声 吃素 念佛来圆满 修行 利益众生 赞乐 祝福大家 新春祈福 过好年 主持人好 阿弥陀佛 感恩师傅来录制过年新春节目 请师傅跟大家简单的问候 各位菩萨们 新年快乐 阿弥陀佛 感恩师傅 慈悲 非常欢喜 师傅今天来录制新春过年节目 希望今天大家在过年期间 师傅引导众生如何得到快乐 大家在新春祈福这一方面 如何引快乐去迎接新年 我们知道在大年初一 恭迎弥勒菩萨圣诞 弥勒菩萨曾经发愿 他愿生生世世带给众生得到快乐 请师傅跟我们分享 以弥勒菩萨的愿力 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如何在新年能够快乐祈祥 这个主题非常的好 我们弥勒菩萨在寺庙里面 我们进入大殿 看到的就是笑嘻嘻的弥勒菩萨 我们后面也这一尊弥勒菩萨 所以学佛要快乐 那要怎么让一切众生快乐 那最基本的 我们有世间的快乐 跟修行的快乐 那一般社会大众 他们追求的是外在的快乐 有钱真好 很快乐 身体健康 更快乐 家庭圆满 事业发达 更是快乐 但是佛陀告诉我们 快乐从哪里来 快乐是从布施来的 快乐从哪里来 是从不伤害众生而来的 所以世间人要快乐 那就要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你要有钱就多不失钱 世间苦难多 所以讲不起学费的额头 帮他出 那流浪狗没东西吃 买面包给他 他快乐你就快乐 这个就是佛教快乐的根本的意义 那进一步呢 我为什么要出家 世间人为什么要念佛 世间人为什么要休息 那了解这世间的快乐是假的 再恩爱的夫妻会分开 再有钱也会变贫穷 那所以我们把世间的快乐 用在庄严三宝上面 那所以修行的快乐是建立在 众生快乐我们的快乐 那三宝门中符好修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知足就快乐了 以不伤害众生为前提 那进一步的让众生快乐 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本怀 慈 与乐 悲拔苦 走到哪里笑嘻嘻 带给众生快乐 所以一笑解忧愁 是这个意思 舍 慈悲喜舍 弥勒菩萨的最后一个舍 放下才有快乐 有一天弥勒菩萨走到这个市集 市区 有个法师看到弥勒菩萨 每天笑嘻嘻的 然后他这个法师 每天就很忧愁 出家二三十年了 但是还摸不到佛法的精髓 佛法的意义 那他看弥勒菩萨笑嘻嘻的 好像没在修行 但是很快乐 所以这个法师就上前请问 大师啊 你每天这么快乐 你可以教我吗 那我问你啊 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把这个布袋放在地上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 这个法师问说 那佛法的究竟的意义在哪里 那弥勒菩萨又又很开心的把这个布袋拿起来 那短短的这个几分钟 那这个法师开悟了 那各位菩萨有没有开悟啊 放下去代表什么 要你放下贪嗔痴啊 欲望是个无底洞啊 放下你就快乐了 那所以说你看 赌博的人快乐还是没有赌博的人快乐 自己去想啊 喝酒的人快乐还是不喝酒的人快乐啊 这个也要去思维一下啊 那所以放下才有快乐 那知足才有快乐 那提起呢 提起什么 众生在痛苦啊 我们给予安慰 给予佛法 那修行的人追求的是善法欲 善法的欲 我们每天放生 每天点灯 每天独机 每天拜餐 这个就是修行的快乐 所以在这个大年初一 弃弥勒菩萨的圣诞 那希望大家 把握住慈悲喜舍的精神 弥勒菩萨过去曾侍现为布袋和尚 在汉土度化众生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大度能荣 荣天下 难荣之事 那我们一般做生意的 都会供奉弥勒菩萨 在生意的门口 让人家看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气生财 能不能请师傅跟我们分享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如何修忍路 然后如何发财 这个忍路非常的重要 但是各位要知道 忍路的坏处跟过坏 忍路的功德跟好处 那你才忍得下来 世间的人要做生意 世间的人要跟人家在一起 如果你常常生气 大家不喜欢你 那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 为了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 就翻脸 这样也是不行 所以生意的人喜欢拜弥勒菩萨 就是提醒生意人要笑嘻嘻 那你患患嘻嘻 那钱才可以进来 那一个家里面的人也一样 家何万此行 那所以我们要发财 身体要健康 那你不要常常生气 那如果佛门当中讲的 一念春心起 百丈万能开 你生气 那功德就烧掉了 那你今天办法会 整天 哇你功德很大 但是为了小事情 你生气 那今天办的法会 通通都没功打 那所以这个忍路 佛陀告诉我们 除了布施 更要慈戒 那慈戒的最大的意义 那就要忍路 那慈戒 不杀 不杀生要忍路 不要杀害众生 不然以后你会生病 那你不偷盗 你要布施 你要忍 不然你会破财 所以经典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有一个经商的人 到外面做生意 过年到了 要跟家人团圆 那在回到家的半路上 有一个在卖 卖寂语 就是卖智的 然后这个经商的人好奇 这个男众就向前去 这个老人啊 你要卖什么 然后这个老人就跟年轻人说 我这个是庙中宝啊 这几个字啊 你如果用得上 那你比你经商中的钱还要多啊 然后这个老人就说 卖你十两银子就好了 然后这个就经商的人 哇那么贵啊 吓死了 然后这个老人说 值得啦 你回去在路上你打开看 这个真的值得 我没骗你 那这个年轻人的好奇 那于是就买了 打开锦囊啊 锦囊就写了这几个字 向前三步想一想 后退三步想一想 称心起始要失良 放下怒火最吉祥 他就边想就边念 然后于是就回到家 回到家已经三晴半夜了 那他就怕吵到他的妻子 所以他就门就推就进去 进去的时候他要睡觉了 突然看到他的床头怎么有 他妻子的鞋子 怎么有一个男人的鞋子 他越想越生气啊 于是就跑到厨房要拿菜刀 他拿菜刀要杀他太太的时候 他突然又想到这个锦囊 向前三步想一想 后退三步想一想 然后称心起始要失良 放下怒火最吉祥 他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 因为声音太大声了 他把他太太吵醒了 他太太说 你怎么三晴半夜才回来啊 然后他先生说 你怎么有男人的鞋子 然后他太太说 你还说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我等你回来 我怕我有危险啊 所以我放着你的鞋子啊 那好平安啊 然后他先天就想 哇好险我刚刚差一点 犯下大错啊 值得值得 这个真的是庙中宝啊 绝对不要轻易的生气啊 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故事 各位普少年一生气什么都没了 所以这个冷露的故事 来供养大家 愿从今日起 不要为了芝麻绿德的小事而生气 快快乐乐的过生活 师父 佛陀在经典里面跟我们提到说 弥勒菩萨现在在多帅念院 跟大众开示讲法 等到龙华三会的时候 他会下身人间 度化有情众生 那请师父跟我们分享 我们如何心持弥勒法门 那我们发愿往生 多帅内院跟多帅天 有什么样的分别 弥勒菩萨的净土 就是多帅天它分内跟外 外面是享受这些天然的快乐 五欲六成 那内院是净土 就是没有生死轮回 所以我们修学 弥勒法门的弟子们 都希望到内院 亲见弥勒 如果你到了弥勒外院 虽有这些快乐 但是还是会堕落的 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 到内院去呢 有如这个弥勒上圣经里面所讲的 念弥勒菩萨的名号 造弥勒菩萨的圣香 受持八观摘皆 修静业 在寺庙扫地服务 做义工 参加法会 煮饭啊 寺庙有什么样的工作 很欢喜很高兴 而且很重要的 要往生弥勒菩萨的净土 第一个要欢喜做 欢欢喜喜走啊 你现在做的 你事业到三天 参加法会 你很欢喜 因为你 知道说 你死了之后 就要去见弥勒菩萨 你很欢喜 第二个 不后悔 第三个 你要把这个法会 做义工 受八观摘戒 点灯供水放生 修静业 供养弥勒菩萨 供养弥勒菩萨完之后要发愿 愿我所作诸功德 愿我临终 弥勒菩萨现前接引我 往生弥勒嫩愿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在这个经典上有记载 有三个修行者 一个叫做狮子觉 一个叫做无浊菩萨 一个叫做世青菩萨 他们三个都是修 弥勒法门的 三个人都讲好 都要去亲见弥勒菩萨 所以就说谁如果先往生 那去了弥勒菩萨那边要回来通风报信 让我们欢喜 所以狮子觉 修行者先往生 他往生他没有往生到弥勒内院去 他往生到弥勒外院 大家觉得奇怪 往生那么久怎么没有消息 那后来接着 这个世青菩萨也往生 世青菩萨往生 那他往生到弥勒内院去了 他看到弥勒菩萨在说法 他才刚开始坐下去的时候 他想着 我不能坐太久了 我要赶快回到人间去 跟这个无浊菩萨说 我亲见弥勒佛 所以他坐着 跟他问岛鱼赶快 像沾酱油一样 沾一下马上就下身人间 告诉这个无浊菩萨说 我亲见弥勒 你好好修行 我们在天上见 那这个无浊菩萨说 怎么没有看到狮子觉 他往生比你久 怎么还没回来 然后这个世青菩萨说 他在外院 贪着五欲六成忘了修行 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这个典故 所以大家要去弥勒净土内院 要发愿要讲好 你要不然你没讲好 你等一下到外院去了 跟天人一样 天人享受完之后要堕落的 那你太可惜白修了 所以愿大家修学 弥勒法门的佛子们 大家要发愿 亲见弥勒菩萨 大家通通往生弥勒内院 师父在法会当中 会带领大家点万灯 那请师父跟我分享 我们一般在过年期间 都会到寺庙 也是公庙当中 会祈福点灯 那点灯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 点灯对大家非常的重要 每个人都需要光明 没有光明 那你就走入黑暗了 所以黑暗就是在受苦 那迷失的方向 所以灯对每个人都需要的 所以大年初一 大家都要到寺庙 点光明灯 平安灯 要考试的人点文昌灯 要婚姻好的人点婚姻灯 乃至于点太岁灯 没有这些车关 水关 师灯功德经讲得太好了 点点的人可以具足五眼 肉眼不坏 各位就没有这些清光眼 白内障 非文症 近视 弱视 大小眼 的问题都不会有了 眼睛会很庄严 大家看得会很欢喜 所以由这个肉眼不坏 进入到天眼 天眼不是看到诸佛菩萨 不是看到哪一尊三太子 玄天上帝都不是 天眼的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相信因果 这个叫做天眼 你有天眼就不会造恶业了 所以你的命运会越来越好 那从天眼进入到慧眼 慧眼是了解生命的真相 万般带不去 只有夜随身 这个世间都是败坏的 身体会死 眷属会离开 财产不是你的 所以了解这些之后 你就只有行善业 不会造恶业 那又不执着在这个人世间 那第四个 从这个慧眼慢慢的进入到 法眼 法眼意思是说 了解有轮回 上辈子的父母 上上辈子的父母 所以见到的一切都是父母 男子是我父 女人是我母 所以你会报恩 开始对他们好 开始不失 开始慈悲 开始不伤害众生 那你就开始行持菩萨道 那最后一个佛眼 佛眼你就会为了这些 六道父母众生发愿 生生世世 不离开众生 生生世世 行菩萨道 带着他们出火宅 带着他们离苦得乐 一起同生净土 所以愿顶灯的人 可以成就佛道 海涛法师跟我们说过 上供诸佛 供养水的话可以发财 那以水清净的水 我们以慈悲心 可以去布施给众生 那请师父跟我们分享 要如何供水 其实佛门当中 大家都知道 福慧圆满就成佛了 所以为什么要点灯 要智慧 为什么要供水 要福道 水代表诸佛菩萨 利益众生的一个法器 水大家要天天供 为什么那么重要 平常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都会供三杯水 水由八德供养十方佛 供养十方佛之后 这个水就有力量 大家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 手上拿着是阳柳净品 大家都知道 地藏经里面有地藏水 大家都知道 内大杯咒有大杯水 所以这个水可以帮助自己 消除业障 可以帮助众生 滋润身心 所以平常各位从今日起 那大家要供三杯水 三杯水 水有八德供养十方 完了就有力量 那这个力量 中间自己喝 自己消业障 开智慧 记忆第一 那右边的水 是代表给父母祖先的 愿祖先离苦 愿欺世父母得生天 那左边的水代表众生 所以为自己 为祖先 为众生 那供完水之后 下午泼出去 恶鬼生天 下午泼出去 愿世界各地没有灾难 地水火风灾难的问题 所以这个在张巴拉 公德经也讲 一杯水 大家可以聚足 一百万遍 财神心咒的力量 要发财吗 都供水 水举手可得 你供越多 如何呀 要不要 随便你 所以这个水 太好用了 然后呢 一杯水也可以聚足 阿弥陀佛心咒 一百万遍的力量 大家都要去极乐世界 大家都要去清见 弥陀慈父 所以你每天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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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多久 才可以念到一百万 我供一杯水 就一百万 阿弥陀佛 所以我天天供四十九杯 大家来比赛 谁供得多 那水代表 清净 所以你多供水的人 内心贪嗔痴就减少了 水代表 洗毒一切的恶业 污垢 多供水的人 业障就消除了 所以在这个 《战巴拉功德经》也说 一杯水可以消除 这个地区 这个村庄 这个国家 一年 所杀掉 吃掉的 海产水族的恶业 太重要了 知道这个功德 佛不倒忘语了 大家赶快累积资粮吧 那你一杯水 又可以如何呢 一杯水 大家都知道 有恶鬼很痛苦的 身上冒火 有东西吃不到 那你一杯水 就可以超度 八万四千的恶鬼升天 所以这些 无形的众生 如果他们不受苦 那世间就没有灾难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这个国家要乱 鬼神先乱 那这些地狱道的众生 热脑化清凉 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当下离苦 这些人道的众生 消除业障 人心惶惶 在生日比较多的烦恼 跟紧张 也因为很多人 因为疫情而往生 那请师父在过年期间 跟我分享 如何迎接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怎么过快乐的生活 佛陀有告诉我们 那要怎么调整自己 世间的人因为痛苦 是因为放不下 世间人会痛苦 是因为需要的太多 其实真正要用到的是不多的 所以因为整个大环境 有些人失业 有些人没工作 有些人生病 所以大家就人心惶惶的 所以福陀要我们 要以苦为师 以这个痛苦来作为我们的老师 那钱多真的快乐吗 那修行人过着生安心安的快乐 所以这个从新的一年开始 大家要去了解一下 你所追求的 真的会让你快乐吗 那包括佛陀也告诉我们 人有事怨不可藏保 你一直想要身体健康 你一直去运动 你一直保养这个身体 那这个身体也是会老的 你会生病 总有一天会死亡的 所以这个身体不可藏保 把这个身体拿来修行 做义工 做拜佛 服务大众 关怀老人 这很快乐 第二个 卷属不藏保 儿子生病了怎么办 女儿住院了 我很烦啊 那你烦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啊 你自己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了 那你不如拿来念佛啊 拿来帮他做个功德啊 那这样子 反而一切的痛苦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一切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 所以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一点 以前花很多钱 现在为什么痛苦 因为没钱花啊 所以痛苦啊 那你可以开始节省啊 所以回关返照 把这个温利 作为反省自己 重新出发 那第三个 财产不可藏保 哇 师父我以前赚十万 现在赚两万 哇 很痛苦啊 人家 人比人气死了 还有很多在失业的 还有很多在 在为钱烦恼的 你还可以赚两万不错啦 那你要怎么样 离开这个烦恼 把这个钱 拿来照佛像 印佛经 放生啊 点灯啊 帮助贫穷人啊 哪个重新在受苦 你尽你自己的力量啊 所以这个苦 成为你快乐的助援啊 所以重新出发 那从这一年开始 那你就脚步放慢啊 那你就重新调整啊 知足第一乐啊 所以佛陀在这个世间 为弟子 为在家人 为一切的众生 说什么样的法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诸法无我是究竟义 涅槃即进是第一乐 诸行无常 外面在变化 你要怎么控制呢 你越要控制 你要听我的 你不能改变哦 妈妈你不能死哦 而是你要孝顺哦 那你自讨苦实啊 那诸法无我 没有一个我啊 所以外在的变化 我们心要安住啊 念佛念法念生啊 念盘即进是第一乐 接受就快乐了 你一直要改变 那你就痛苦了 所以愿各位从今年起 心安住佛法安住智慧 念佛念法念生 才有真实的快乐 新的一年我们都知道 要改往修来 去反省过去 然后迎接新的未来 那如果说我们对自己 有什么样的反思 如果有一个对境给师父的话 你会怎么样对自己的对话 然后对父母众生 有什么样的新年的祈愿 乃至师父在佛教上 推动未来的事业展望 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 战略能够 对自己的期许是 因为修行人就希望烦恼少一点 就希望内心有所寂静 这是对自己 那对众生 希望战略能够生生世世 不离开三宝 生生世世能够利益众生 这个是我的心愿 能够愿此身心奉承差 是责名为报佛恩 所以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障碍 但是这个障碍 希望能够成为我 帮助众生的祝愿 不是绊脚石 是垫脚石 所以从这一年 希望战略的存在 对父母 对众生 要有加分的作用 所以我更祈愿 多供灯 多供水 多放生 只要众生 有需要 那战略 就尽自己的力量 能够给予帮助 所以在这个 优婆社税金讲 要有八种力量 所以战略 每天做的 就是为了圆满这八个力量 每天所发愿的 也是为了具足这八个 那八个呢 第一个 长寿健康 愿我长寿一点 帮助众生的时间 就无量官无量寿了 没有生命的问题 一直一直帮助众生 长寿健康 第二个身体有力 用我的身体 来承受众生的痛苦 搬东西 做义工 拜佛 拜颤 哪里需要我帮忙 那我就给你学助 向好庄严 可以涉受众生 多劳财宝 你可以调福 有钱真好 那变采无碍 你可以调福外道 储重无为 在大动当中 你可以说佛法 带着大家行菩萨道